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现在为了我估计六七八九席 最后你四席都是得票比较接近的 局局比较混乱的 尤其是民意调查 接近当选或落选边缘的那些名单 就比较上是增持得比较激烈的 看回近日的民调结果 李鹏廣认为民建联另外两张陈恒彬和梁志祥的名单 应该可以赢到一席 而新民党田北辰的商界背景 在多个名单中比较突出 李鹏廣对他的选情看高一线 至于工联会麦美娟 李鹏廣认为工联会地区组织能力强 当选机会高 而屯门乡委会主席何君堯 和第三力量陈强都抢乡市票 乡市票的流向备受关注 泛民方面 李鹏廣认为公民党国家旗当选机会较高 但是排第二的月月未就有危机 而民主党陈恕英的支持率一直偏低 反映未能完全吸纳上届何俊仁的选票 其余新界西的候选人 包括以民主阵线名义出选的墨叶成 社民连的曾建成 曾经担任明光社副主席的牧师陈一华 暂时民调反映 支持仍然偏低 出席今日新界西直选论坛的各个名单代表 按立法会选举选票上候选人编号的次序 分别是一号民建联的梁志祥 早晨 早晨 二号工联会麦美娟 早晨 早晨 三号民主党的陈树英 早晨 早晨 四号人民力量的陈伟业 早晨 早晨 五号就是民主阵线的麦叶成 早晨 早晨 六号就是社民连的曾建成 早晨 早晨 七号是公民党的余韵媚 早晨 早晨 八号是新民党的田北辰 早晨 早晨 九号是独立的何君堯 早晨 十号是独立的陈一华 早晨 早晨 十一号是佳工的黄润 早晨 早晨 十二号是民建联的陈恒彬 早晨 早晨 十四号民主党的李永达 早晨 十五号工党的李卓人 早晨 十六号民建联的谭耀宗 早晨 發文和回应的时间 每次在两分钟之内完成 發文者开始时的提问 不要超过二十秒 之后就是对手回应 跟着互相可以质询提问 其他候选人 在一个时段里便不要插嘴 否则主持人是有权取消 插嘴人士在第四部分 一分钟的总结时间 如果破坏了秩序 我们会请你离开我们 现在这个直播的地方 现在开始第一部分 候选人会是介绍他的政纲 每人会有四十五秒时间 我们会在倒数十秒的时候 播出一些提示的声音 请候选人现在听到BB声 就可以开始发言 首先就是一号民建联的梁志祥 请你介绍你的参选理念 听到信号之后可以开始 各位市民大家好 我是一号梁志祥 今早早我出来电台的时候 在天水围的上空 就看到一条很漂亮的彩虹 给人有一种感觉是朝气勃勃 充满活力的感觉 外界人很多都误会 天水围是一个悲情的城市 其实天水围的街坊 是很爱自己的家园 自强不息 每年数以千计的人 贡献自己的时间 来服务这个社区 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最近也做过一项调查 有七成的街坊 认为自己是很开心的 而我梁志祥 这只天水围的开荒牛 是希望各位市民 能够重新认识天水围 还天水围的一个公道 使天水围可以重新出发 好了 时间刚够了 不好意思 我们那个BB声 现在好像有点失灵 不过我有一个时间 是不是太忍住了 接着就是2号工联会的墨美娟 请你讲一下你的政光 早上我是2号工联会的墨美娟 我们的社会 现在很多不公道的地方 好像财团垄断 物价飞涨 中产向下流 要争公道 我们就要够硬正 我们的团队 年轻有理想 我们会秉承工联会的精神 参劳工为基层 我们很希望我们新界西的打工子女 我们工联会的会员和家属 集中选票 投票给2号工联会的墨美娟 令到我们议会里面 可以继续有工联会的代表 为我们的劳工基层打拼 反垄断抗霸权脱贫穷 是我们的重点政光 多谢 好 时间也够了 接着就是3号民主党的 陈树英介绍你的政光 上号之后可以开始 大家好 今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9月天 但是我们的同学 不是开开心心去迎接开航 而是在政府总部绝食 我们见到这种情况 都是很心痛的 但是我们的保皇党 建完黄光亚之后 就一定要归边 一定要帮特区政府 强推这个国民教育 为什么呢 我们的社会 为什么要撕裂到这种地步呢 我陈树英 是会一直支持这班同学 是会支持他们 反对洗脑式国民教育 希望可以好像黄丹说 这份热血和决心 希望可以成功感动所有国 好了 时间够了 现在到了4号 人民力量的陈伟业 请你说你的政光 听到信号之后请你开始 立法会过去有很多荒谬的决定 去年有1000亿的盈余 人民力量提议每个市民 就回水八千 但是民建联公民党 民主党反对 但就支持退策 向一间公司 就退回9千多万 你说这些公不公道 所以要改变这个荒谬的议会 呼吁大家 撑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有活力 有创意 我们用拉布的方法 拖垒5C14局 令到网络23 被逼各自 保障了年轻人 不会因为二次创作 而被检控 所以我们看回现时的情况 必须要改变 改变需要力量 呼吁大家 撑人民力量 大家在这里 多谢各位 多谢 时间到了 接下来是5号 民主阵线的 麦叶城 介绍你的政光 信号之后可以开始 各位市民 早晨 我是民主阵线 5号 麦叶城 过去立法会由于 官商勾结 地产霸权 很多民生意外受到极大的阻折 而保皇党更加助纠为弱 导致领会的上市 公屋的加租 港铁的加价 香港民生每放月下 加上梁振英港共政权乱港 言论自由受到打压 大阪亦都被迫再度封咪 香港核心价值受到动摇 香港正处于关键的时刻 我 麦叶城 进入议会 会为弱势出头 为基层发声 反垄断保民生 反对23条立法 反对国民教育 力真相普选 请支持5号 麦叶城 守护香港 好了 时间到了 接下来是6号 社民连的曾建成 请你介绍你的政光 听到讯号之后可以开始 社民连勇于打击不公义 众所周知 我们禁不时 运用智慧 提出多项司法复杀 捍卫港人权益 我们的电力政光 被绿色和平 和地球之友 评价最高 高急 已沦为狼来了 面对西华人治港 豺狼当道 倒如 用9万票 送两个石身的民主 泛民人士进去 倒不如用3万票 送一个奋不顾身 斗智斗勇的恩牛 为你打到不公义 香港要赢 保皇党就要输 今晚请大家 为学生打打气 出席集会 好 时间足够了 接着是7号公民党的余若薇 请你介绍你的政光 信号之后可以开始 我是7号余若薇 最近上街经常有人来跟我说 她说她是大陆来到香港的 叫我们一定要反对这个国民教育 因为她是这么辛苦移民来到 我真的不想香港像大陆那样 其实所谓洗脑 不是说使得你门茶茶 是使得你不敢说真话 因为政治的理由 很多时候都要做假 这个为什么 就是我们看到整个大陆 都有很多事情是做假的 如果你不想我们香港 下一代是变成这样的话 一定要出来反对这个国民教育 请大家支持7号郭家麒 和我余若薇 我们和大家挡住赤化 坚决反对洗脑 好了 时间到了 接着就是8号新闻党 我是田北辰 请你讲一下你的政光 听到信号之后请你开始 我是8号田北辰 民主是港人的核心价值 但随着民主不断进步 不少政客为了争选票 盲目打民心牌 亂开空投支票 令人担忧福利主义抬头 800亿回购领会 一刀切人人那么多的全民退休保障 表面漂亮实质荒谬 不利香港长远利益 我们都不想香港走上 勾债危机的旧路 我们新闻党将选票建基于理念上 从此无法讨好所有人 我们坚持讲真话 为市民做实事 请支持8号田北辰 时间刚刚好 接着轮到9号独立的何君尧 请你介绍你的政官 信号之后可以开始 早晨 我是9号何君尧 是武党武派的独立候选人 出生于屯门 是屯门乡市委员会的主席 参与了香港律师会的业务工作17年 是上届的香港律师会会长 我有四笔 不空降 不拉布 不定招 不抬轎 我推动 匯碟公益的律师计划 希望都可以帮助新界西的居民 解答法律的问题 我和新界东候选人方角山 合力帮助菲律宾人治事件受害人 尋求法援 请支持9月9号何君尧 9号多谢 时间刚刚好 接着就是10号的独立的陈一华 请你介绍你们正刚 听到讯号之后可以开始 大家早上 我是陈牧师 回归以来 香港政府和很多人都找到钱 但我们的城市的快乐指数 是不断的下降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缺乏了关爱 所以我今次出来参选 是希望能够推动一个人心改变的 工程 是要让政府不再以金钱挂税 相反是要建立一个关爱的社会 如果我当选之后 我也会凝聚教会 机构 来推动一个全人关顾的服务 我希望大家支持10号陈一华 好了 时间到了 接着就是11号佳工的黄润 介绍你的正刚 请你在BBCN之后开始 各位大家好 我们是佳工梁耀忠黄润的团队 我是黄润达 虽然大家可能对我有点陌生 但是佳工和梁耀忠在基层社区里面 已经扎根了接近30年 为基层劳工一直争取权益 现在我们社会上面充斥着很多霸权 地产商、零汇、公共事业的垄断 是令到现在的租金和物价的狂升 市民感到生活日益的艰难 就算辛辛苦苦找埋 都不够应付生活的开支 而这些霸权的存在 全部因为小先主选举的特首 和功能组别维会的权益 所以我们要踢走霸权 就要争取民主的步选 请大家投票支持我们 好了时间刚刚好了 接着就是12号民建团的陈恒鵬 请你介绍你的资光 听到讯号之后可以开始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12号民建团的陈恒鵬 我们的团队长期扎根在社区 用心服务市民 有劏房的居民跟我说 他说希望可以快点上到公屋 有长者跟我说 他不希望轮街政联专科要等几年 亦都有住在公屋的朋友 希望可以改变他逼迫的居住环境 今次陈恒鵬参与立法会选举 是决心将这些问题带入立法会 很可惜我们过去 见到我们的议会表现很不理想 很多重要的问题 只有拖字 而且一拖再拖 在这里呼吁大家支持 民建团年轻专业的新一代 陈恒鵬 请支持12号 多谢大家 好时间到了 13号第三月亮的陈恒 今天没有出席论坛 现在轮到14号 民主党的李永达 介绍你的静光 闭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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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生活有没有好过呢 扩大自由行 没有咨询之下 就想强推 市民全部反对 他现在就缩回头 其实他是共产党的傀儡 讲土地房屋 无端端做五千个白表申请的居屋 跟着楼价飞升 现在就做些小收小报事 其实地产商才是他的主子 所以大家不要信梁振英 希望大家能够找一些监察政府 对抗梁振英政府的代表 支持李永达 多谢你 好了 那时间呢 就还有少时间的 不过李永达OK 这样呢 跟着就是 15号的工档李卓人 请你介绍你的静光 听到哪些声音之后 就可以开始 我是15号工档李卓人 回归15年 基层市民没饭好吃 中产阶级是得不常失 只有财团是少顺眼开的 全港市民都是为第二产商打工 辛辛苦苦赠来的 赚钱都是被财团拿干拿尽 工档相信 市民是值得有更好的生活 我们会争取标准工事 加班要有保水 令工作和生活可以得到合理平衡 要求增建房屋 增加大学额 令到大家都可以安居 和有发展的机会 尽快撒行普选 取消功能组别的特权 令政府施政更加贴近民情 支持劳工支持民主 请大家支持15号 工档李卓人和谭俊言 时间到了 跟着就是最后一位 16号民建联的谭耀宗 请你介绍你的静光 必必声之后可以开始 各位市民大家好 现在屯门区的居民多达五十多万人 但区内工作的职位只有六万多个 令到不少居民每日需要长途拔舍去市区工作 除了承担昂贵的车资之外 更影响到居民的家庭生活 因此民建联建议在屯门望后石一带 即是四十和四十六区 打造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 区里面将要设有六大的产业基地 大型的outlet和酒店等等 预计可以创造六万多个职位 我们希望大家支持 都有建设性慰民的建议 我请大家支持 16号谭耀宗团队 好了 时间到了 刚刚听过15位新界西候选人的政章 现在我们进入论坛的第二部分的环节 较早前在新界西选区 我们做了一些街头的访问 录下了选民他们关注的问题 和他们的期望 希望候选人回应和说一下 如何达到这些选民的期望 每位出席的候选人 在节目开始之前 已经是抽了一条问题的号码 我们现在就会按照候选人抽出的号码 播出相关选民的问题 候选人有1分钟的时间回答 听到BB声之后就可以开始作答 到数我们会有10秒的提示 首先就是 1号文建龙的梁智祥 你抽到的问题是12号 有丁屋 有丁权 那些是一些 你不能解释的利益 你无端端生个儿子 又有土地给你建楼 那栋楼收租 就值一个月 可能值你接近2万元 当不用读书 都会有这个收入 这是很不公平的 是 我觉得丁屋问题 是一个历史上的问题 过去丁屋的政策 应该在 这个回归前的70年代 就进行的 政府是推行的 所以当时 就以新界原居民 作为一个 他有需要的建屋计划 相信现在到这个阶段来说 实际很多 原居民 其实他要建立 但也未必有地 所以这个政策 其实推行 未必是成为一种特权 而基本法 亦都规定了一个 原居民的权益 应该受到保障 这一点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理解 所以丁屋的兴建 同样也会给很多人 去看到 我们有一些问题存在的 需要去检讨 我认为是需要检讨 好了时间到了 接着就是2号工联会的麦美娟 你抽到的问题就是22号 国民教育本身需要 令到市民的素养去提升 和对这个社会负责任 但中国模式里面说话 其实他是歌颂一个政治团体 都希望他们表态究竟 是赞成里面所写的内容 还是国民教育背后的意义 很简单 工联会是支持推行国民教育 但如何推行呢 我们要谈 刚才说的 一份教材里面 对于某一个政党 是有歌功众德的做法 但如果你看回教育局的 另外一个指引 其实我们看了一百多页里面 是一个党字都没有 反而提出多角度思考是有十七次 提出独立思考是有二十八次 所以我想那份教材 大家觉得不同意的 那就不要用了 反而就是我们要尊重我们的老师 你要信得过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学生就不知道 我很信任我们的老师 和我们的学生 时间也到了 接着是三号 民主党 陈树英 你抽到的问题是十九号 老人家的医疗服务 或者对他们的保障再大些 让他们可以长命八岁 因为香港越来越多老人家 因为现在都追不上通胀 那些水果金的东西 我很同意这位街坊所说的说话 事实上现时的医疗服务 对于我们的长者的照顾 就真的很不足够 譬如说现在的长者医疗劝 虽然说在未来的年度 是会增加到一千元 但是最基本来说 一个月一百元都没有 所以民主党建议最少 都应该增加到一千二百元 另外就是公立医院那方面 那些门诊 专科诊所等等 或者急诊室的费用等等 对长者来说 起码都应该实施半价的优惠 其实长者的医疗服务 在现时来说 亦都因为新界西医院是不足够 所以就是要轮候很久 应该是尽快 起好天水围的医院 希望真的能够2016年落成 这些都是我们争取的成果 接着就是4号人民力量 陈毓业 你抽到的问题是20号 请你听了问题之后就回答 行过那些大厦的后面那些 接着要供得气磋 呼吸不到好像要走快一点 现在最好做一些环保的工作 香港的城市设计是很恶劣的 那些屏风楼和工业和住宅混合 是很大的问题 早前全湾我们讨论 反对西铁上的兴建屏风楼 民建联就支持的 区议会投票通过 所以你看到这些政党表类不一 所以一定要全面阻止 一些禁止 或者是停止兴建屏风楼 还有工业和住宅的混合 路边的交通的废气 导致这个呼吸的问题 香港出名的 世界文明的 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 所以政府在这方面 应该要在自标自本 从事这个的落力 一方面在城市规划方面要改善 汽车的使用的茶油等等的问题 要更加要提升和改善 令到香港人在呼吸 空气呼吸方面 是能够得以改善 要更加要绿化 令到环境更加美好 这个我们会极力去争取 好了五时间 好 我们现在的节目时间 也都去到差不多八点半 听完新闻之后 我们继续回来 再来《正经星期六》 《新界西》的直选论坛 《正经星期六》 今天是举办立法会选举 《新界西》的直选论坛 新闻之前 已经有四位候选人 是接受了区内选民的提问 现在继续是第二部分 剩下的候选人 继续接受选民的提问 各位候选人 节目开始前 已经抽了一条问题号码 刚选人听到我们的问题 听到BB声 有一分钟时间回应 最后10秒会有提示 现在轮到5号 民主阵线的墨业城 你抽到的问题是21号 小朋友读书 那些学位 比如幼稚园 幼稚园不是很够 很麻烦 要常常都为这些东西奔学 开始又 未出生已经可能要报名 现在的学位不足问题 是非常严重的 特别是过去 由于香港出生率低 很多幼稚园变成老人院 第二部分 由于学费都相当不贵 政府对于幼稚园的学费资助又少 但是最近这10年左右 由于相当多的 所谓的双飞儿童 丹飞儿童来香港 导致幼稚园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学位不足 又起不了 甚至家长为了幼稚园 而奔波 这个问题正正显示了 政府在人口规划 是一个失衡 同时在学校方面的支援不足 我们觉得 政府应该 为未来 要增加多些幼稚园 令到小朋友 多学位不足 好 时间到了 接着是6号社民连的增建成 你抽到的问题是9号 拉布摆明 就是两边在斗 就是为了增一些东西 至少损失的是大众市民 很简单 小学上堂 也不会说有这么疑稀的东西 是 大家看到今次的拉布 看到政府硬要推五思十四局 硬要推网络二十三条 摆上来 我们迫不得已 去想尽办法 如何拖延 等新一届立法会 再作讨论 等市民有足够的认识 拉布 是一个绝对合法的做法 很多 譬如 保皇党用拉布 就说这个议会暴力 其实真正的暴力就是 三十只工人组 加上保皇党 每一次就着一些有利民生的法案 都被他保驾护航 是出卖了基层 他用拉布 就说暴力 就掩饰他 不断出卖机场 拉布 亦都给我们泛民的战友 是掩饰他 是没有为民斗去想过 站起来 看着那三个不断打 其实 大家喝一下 我们可以民斗 可以 时间刚刚好 接着就是7号 公民党的余若薇 你抽到的问题是10号 工屋的 工营不够 例如年轻 中产那些都找不到屋住 别租住 因为楼市太高 大家好 我是7号 乙若薇 整天下区 很多市民都跟我反映的问题 楼价太高 不要说一般人士 或者年轻人 就算职业人士 都很难买到楼 就算你借到钱 给到首期 都供不起 政府当然 推了最近 昨天才推完十招 又再推新招 但是事实上 你看到 这个都不是真的解决的问题 因为第一 你说供应是少 我们由2002年的时候 建一年 落实6万个单位 现在最近 是2万个单位 另外 就是内地的人 经常来买楼 我是第一个政党 跳出来 就说不可以 买七八五万楼 就可以当是移民的投资 但是最紧要 就是落实港人港地 因为你真的要给港人 優先 才可以 令到我们 可以 可以买到楼先 好了 时间到了 接着是8号 新闻党的田北辰 你抽到的问题 是3号 通常太快 我自己的薪金 也追不到通常 所以 都是要价格 价格才可以 去买到东西 一家人 就算去快餐店 吃饭 都要四个人 都要起码200多元 变成多了 都要留在家 吃饭 我是8号田北辰 我非常同意 现在市民 刚刚提出的感受 事实上 其实有很多原因 形成这样的 我觉得商界来说 作为雇主 在家人工方面 一定要看着通胀 去加的 这是我们最基本 应该做到 但是另外 事实上 租金也是一个原因 为什么物件 是这么厉害 这件事 也跟政府 高地价政策 很有关系 长远来说 其实 我觉得 官办商场 政府一定要重新 领会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多些官办商场 有些便宜的卖 也有些茶餐厅 是以前那种 其实是对大家都有益 所以不可以用 经济效益 去作为主导 时间刚刚好 接着就是到 9号独立的何君堯 你抽到的问题是16号 因为最低工资 为什么我 我觉得有这些问题 因为那些工资 就减了 始终 但是做的事 就没有减到 没有人去抽查 所以很多公司 就会走法律 其实你比以前更辛苦 归人监管 这件事 我相信最低工资 已经定了案 这位观众 是如何执法 要改善好它 不要说是不灵 实际上 实际上香港很多事情 我们的法律 都很健全 也都看得到 原来香港政府 在执法方面 面对很大的问题 比如好像禁烟办 很多那些法例 存在了 但是执法不足 我相信 要为 确保劳工的利益 方面来说 劳工署 在这方面 一定要加强去执法 这方面 以法治港 必定要 我希望今届 政府 以专业理性 和这样的态度 去做事 在这方面 加强多 所以 所以 最低工资 这个已经存在 我们应该要 怎样做好它 要 依赖多些 是专业人士 帮忙 和看更多 多谢 好了 时间到了 跟着就是10号 独立的陈一华 你抽到的问题 是18号 迫到都没什么地方好住 是不是 如果你一家大小 租个套房 不行 公屋那些 我又 过了 现在迫了住在长洲 每天上班也是辛苦 我是10号 陈一华 刚才听众说 这个问题 是一个很真实的 因为一提起劏房 我就想起 中转屋 那些惨房 其实香港的 转屋问题 是非常不足 是非常之严重的 所以你见到 现在 就算 梁郑英出来说 有十招都好 你发觉 都是一个 杯水车身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有六万多个单位 还要在三五年里面 才可以慢慢建成 你想想 这个轮候差 差不多有十八万的轮候差的人在等 所以我感觉到 政府在这方面 一定要加快的 来建一些公屋 来让市民在居住上面 是可以能够得到一个舒缓 在当中 好了 时间就刚好 接着就是到十一号 街工的 黄润达 你抽到的问题是七号 青少年房屋问题 因为老实说 我们青少年的人工 又不是很高 但都想有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但现在 我有个朋友 试过 存了十年钱 和未婚妻 但都上不了 给不到首期 我非常同意 现在青年人住屋 是非常困难 真真 辛辛苦苦 存了很多钱 都不给首期 这个原因是 因为 过去政府的规划失败 就是03年之后 是停建这个居屋 亦都是减少轻建公屋的数量 令到现在 青年人 无论是申请公屋 都需要排很多时间 计分子 都需要十年八年才上楼 就算是有些能力 可以找一份工 一万多元 都好 但现在楼价是飙升 而政府呢 在这个土地供应上 又做得不好 这个呢 是被这个地产商 是在垄断 现在的房屋供应 所以其实 要打破这个困局呢 政府一定要大力做功夫 增加多些土地供应 也都应该放宽 这个单身人士的 这个公屋的申请 是给一些解决 青年人的住屋困难 也都应该要尽快 是兴建一些居屋 是给一些 是适合 一些 人工不是高的可以 时间够了 好 跟着呢 就是12号 民建联的陈恒彬 你抽筒的问题 是15号 每个月都贵 特别是车钱 以往呢 一个星期 就是拿两三指 份合上班 现在星期一至星期五 都要拿份合上班 打工仔就是很辛苦 我是12号 民建联陈恒彬 我很认同呢 这位听众所说的 就是车费很贵 生活费也都很贵 所以呢 要拿份合上班 我们见到 在新界西偏远的地区 例如东涌 他们呢 的车费长期 都是处于一个 非常之高昂的状态 他们只能够搭地铁出去 那我们一路呢 是争取 是地铁要设有月票 但是很可惜 月票设出来呢 都是帮不到很大 因为 他只是去到中环 才会有最大的优惠 而且要550元 我们呢 一路都是建议 港铁呢 要设立一个分段的 短程月票优惠 可以给市民有多些的选择 事实上 我们见到港铁 甚至很多机构呢 过去呢 赚了很多钱 但是呢 我们见到他回归社会 是很不够的 所以陈恒铁入到议会 一定会继续关注 和监察这些公共机构 好了 时间够了 13号 第三力量的陈强名单 是没有代表出席 我们今天的论坛的 那我们现在轮到是14号 民主党的李永达 你抽到的问题是4号 专方呢 排期组太久了 照这些慈离共振的 等多久呢 起碼等他在屋边 美局需要私家 又要去 现在就去新界区 全门医院不够 早晨大家 我是14号候选人李永达 其实呢 政府应该大力投放去改善 现在现有公立医院的排队 专方缓诊呢 现在一般要排成几年 很多街坊跟我说呢 就因为太长时间 自己用剪去到深圳 去做一些医疗手术 换牙这些服务 其实我们政府呢 穷到剩下什么 剩下很多钱 几千亿的储备 我们只要稍微 每年拨多些钱给医管局 定立一个服务承诺 当人专方门诊 是不是一定要半年内 要可以诊治 和做到一些手术 我觉得如果政府 不能下定心的话呢 我们市民间会受罪的 希望大家能支持我 10次去领达 多谢你 好了 没时间到 那接着呢 就是15号工党的李卓人 你抽到的问题是2号的 招工费是比较贵的 譬如好像乘地铁那样 在这里出去湾仔 十几元 内部也二十几元 虽然它十送一 但其实减价会好些 是的 我很同意 交通费现在香港真的离谱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哪里呢 大家知道港铁呢 现在是私有化上市 那变成在私有化上市的时候呢 其实香港就少了一个 是可以干预的一个方法 就是公营去令到整个港铁的票价可以减低 但是谁支持上市 但是要记住 支持上市的是民建联工联会 香港的保皇党 他们支持了上市之后呢 就假猩猩地说 港铁加价又去说反对 但是你一支持上市 就任许加价了 所以我们觉得 如果我们要压抑这个交通费呢 一定要将港铁呢 是公营化了先 公营化了之后呢 就可以减价 变成有一个公营的目标 公营的目标就是 要减低交通费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你的代表怎样投票在立法会 好了 时间刚刚好了 接着呢 就是轮到呢 今天的论坛呢 再一位呢 就是16号的 民建联的谭耀宗 收到的问题是13号 一个小朋友都是 本身都是特殊儿小朋友来的 他的同学呢 就是 开业之后呢 排那个工厂 都排了多久 你运在家 其实对家长的压力都挺大的 起码要10年才有一个缩位 是这方面的需求是大的 这些小朋友的家长呢 都来过立法会表达过的意见 立法会相关的委员会呢 我们也作过讨论 也都跟政府方面的代表 我们讨论 就是我们希望呢 政府能够制定一些规划出来 怎样令到这些 经过特殊教育的小朋友 他们出来之后 有些什么工作的安排 比如那些 给这些小朋友的一些 工作的地方呢 要轮后时间是相当之长的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能够 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能够提供这些工作的机会 给这些小朋友 怎样能够就着他们的能力 去进一步去发挥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之逼切的 这些家长的要求是非常之合理 我十六号探要中一定会得到 好了 时间够了 论坛第二部分就完成了 现在进入第三部分 候选人互相质询的时间 这个环节大家会有两分钟时间 就发问候选人 开始时候问题不能超过20秒 之后就到对手回应 接着就可以互相提问 如果发问的时候 超时发问 我们会在第四部分 每人一分钟的总结时间里 扣回发言时间 其他候选人也请守规矩秩序 就不要插嘴 否则主持人 是有权请破坏秩序的朋友 就是离开 今天或者以后 美姐说过了 都不能再回来直播室 请各位听听到 提问者 听到嗶嗶声之后 才开始发问 在完结之前 有十秒的提示 讯号给大家 依照之前周签的次序 一号民建联的梁志祥 是抽到十号的陈一华 接受质询的 听到讯号之后 就可以开始发问 是 我是一号梁志祥 想问一问牧师 那你就用牧师的身份 也提倡自己所谓关外 我相信你也是用这个精神来教育人 不过立法会是非同一般的场所 最近大家都看到 立法会已经是拉布 也有很多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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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香港民主要有健康的发展 我个人认为 就不应该单单 停留在建制和民主 这两把对立的声音 而是应该容纳更多的声音 如果我当选做议会议员之后 我会用自己的强项 例如我能够聆听 沟通 对话 但是牧师 这种办法 解决不了 如果解决得到 就不会有拉布的现象 拉布 现在很多市民都说 不应该再拉布 如果修改议事契作为最好的办法 那你除了这个 你有什么办法 当然这个行政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 是一个最后的一个途径 但是我自己觉得 在用一些最后方式之前 如果能够真的有空间 大家可以坐下来谈一谈 譬如我可以私底下 和一些议员 大家来到去沟通一下 我相信可以的 曾玉成都搞得了 一定可以 这个可以来到去上市去做的 好 两分钟时间到了 接着就是2号工联会的麦美娟 你们抽到11号的黄润达 接受你的质询 听到讯号之后 可以开始发问 黄润达 我和你都在区议会合作过 是的 我都是劳工组织的第二梯队 我有机会排名单的第一 但是你都很好 你即使排在名单的第二 但是我见梁耀忠 都经常在论坛中给你机会发挥 所以我想问你很简单 两个问题 第一 你觉不觉得很幸福 你没有选错大佬 有人给你机会上位 第二个问题 你有没有评估过你的胜算 因为梁耀忠你们的团队 在民… 你八万人都够了 他一无人答答 我当然很高兴 就是佳工和梁耀忠 都是给我们机会去上市 去努力 亦都是给我们机会 讲多些基层老公的议题 亦都是表达到我们的政綱 这是我觉得自己珍惜的地方 那你有没有评估过你们的胜算 因为在民调里面 你是高企的 一路到 气势如虹 你有没有信心 你可以第二位 你可以连面单的第二位 你可以入立法会 当然如果我也有幸入到立法会 我当然会尽力为机层老公争取权益 你觉得你的胜算有多高 我看民调现在有高有低 最近可能是因为不同的人 又告急又有机会落選 很多人都无端端告急 这个民调也不是那么准确 所以我也是抱着平常心去面对 也尽力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 那你有没有信心 因为梁耀忠给那么多机会 那些第二梯队发挥 那你觉得有没有信心 今届可以拿到第二席 我当然是希望可以拿到第二席 但这个我信不信心 我又没有放在这个心里 我们都是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那我们很希望你用心 因为大家在区议会工作 能够第二梯队有机会 我可以感激工联会 给我一个机会 我可以排在第二位 我都希望你作为第二位 名单第二位 你们继续气势如虹 我们大家都努力 作为第二梯队我们大家努力 多谢你 多谢你 接着到3号 民主党陈淑英 抽到9号 何君尧接受质讯 听到讯号之后 可以开始发问了 你好 我是陈淑英 我想问何君尧 今天真的可以说 是反对国民教育日 因为那些学生 还在绝食 其实民意也很清楚 还有接近七成都要求 撤回国民教育 我想问何君尧 你会不会支持 这个要求 撤回国民教育大联盟的诉求呢 第一 我认为国民教育这个 本身的意向背景是对的 我们都应该要支持 任何一个国家 有进步和有文化 都会在这方面 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就在国民教育里面的内容 我认为大家最大的批评 就是它偏颇的问题 这方面的东西可以抽出来 我自己也省览过这个教材 中国的版 我觉得最大里面就是 如何区分我们香港 和内地两个制度不同之处 在法治方面来说 应该要强化一点 虽然内地都已经在说 以法治国 但是 何君尧 我觉得你说的东西是太过理论 因为落实到学校里面的时候 国民教育现在独立成科 就需要是评核的 它虽然不是说用考试 但是它要评核些什么呢 它要评核就是说 你那个认知 你那个感情 你那个态度等等 于是就会变成一种 好像 审查 你那种爱国的情绪 爱国的程度去到哪一处 而它最主要就是说 不仅是爱国 还要赞扬 执政党是进步团结无私的政党 你觉得这样 还不是洗脑的过民教育 我认为 还要是小学一年班 大家要修正它 但是理念是正确的 我认为要支持这方面 好时间到了 接着就是4号 人民力量的陈伟业 你们抽到14号的李永达接受质讯 听到信号之后可以开始 民主党多次论坛指责人民力量 收人民币 收共产党钱 杜玉鳳这个天行集团 是从事美容 建村屋和投资这个树林 但是民主党是接受很多政协 全国政协的捐助 包括刘梦雄、梁振英 接受龚如森200万的捐助 为什么 我们那些就是共产党的钱 你们收的不是共产党的钱 首先就是 民主党的捐款政策 没有任何条件 人民力量也没有 陈伟丁说了 你让我回答 你用了20秒 我一秒都没用完 我一定要说 我们说杜铺女士的问题 因为她是新界四团联会的会议 那就是共产党的钱 新界四团联会是一个地区组织 主持你我可以停一下 因为答声观众很烦 我觉得陈伟丁说20秒 我是说20秒 你是没有回答的问题 我问你为什么是共产党的钱 她有哪方面是共产党的钱 因为这个杜女士 她说受你们感动 我现在问你 为什么那些是共产党的钱 人民力量 为什么全国政协 刘慕雄的钱不是共产党的钱 一个地区社团的顾问 一个从事正当商业的人的钱 是共产党的钱 所以你民主党这个指责 刘慕雄本身捐助很多机构 那杜玉峰女士也捐助很多机构 刘慕雄本身捐助很多机构 我看不到杜玉峰也捐助我给其他人 你不知道就不是表示没有 李永淡 我现在问你为什么那些是共产党的钱 是间接资助你们的工作 你对杜玉峰女士很不公平 你这些指责 你诬蔑人民力量 这是你政治的取态 但是杜玉峰女士跟你们完全无关 你基本上是接受共产党的间接之助 你现在就隐瞒这个事实 OK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九点钟 我们听完新闻之后 再继续《正经》星期六 《星界世界》直选论坛 字幕志愿者 杜玉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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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